这个夏天休斯顿火箭完成了大换血,球队放弃了爱丽扎和巴默特,以及36岁的乔约翰逊,球队引进了明星封线卡梅隆·安东尼,新的铁闸扎姆斯·恩尼斯,还有麦乔威这个第三转球手。 加上莫雷选秀大会,选中的文森特·爱德华兹和梅尔顿等新秀,新城在一到三号卫上实力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,而四号卫上,又中国球员中期作为后卫军来使用。 五号卫上也有德国小战车哈腾,作为乔佩拉辛的替补,可以说每一位球员都找到了他们载火箭的定位,但只有一人到目前为止,确实是无法回归火箭,他就是小黑达里克·布莱克。 这个27岁的中锋病狂,第一替身,在NBA已经是无球可打了。 在今下,布莱克与火箭的一年合同到期,成为了一名完全自由球员,但莫雷却迟迟为联系布莱克。 其他的29支球队,也没有向布莱克抛出感染之,于是被感知望的小黑已经打算离开NBA了。 据欧洲记者的最新报道,就在今天布莱克已经和以色列特拉维夫·马卡比俱乐部达成了一份签约协议,在不久之后球队将会关身此事。 上赛季,布莱克代表火箭出展51场比赛,场均可以贡献3.5分3.2版的数据,布莱克身高2.06米,体重111公斤,是标准的蓝领内线。 合格的角色球员,身体素质出色,爆发力强,球风很拼命,但打内线的话中风身高又太矮了,而且技术比较粗糙。 没有蓝,虽然保守积极,但优缺点太明显了。 在以往的话还能混一口饭吃,但在小球的时代,布莱克的位子就相当尴尬了,也就是说打常规的5号位他的身高不足,导致蓝板和护挂上没有七尺大的好用。 而打小球5号位的话本身又没有远投能力,这是一个致命伤。 火箭的PJ坦克为什么能凭借1.98米的超级迷你身高打4-5号位? 关键点就在于坦克的投射能力,他的底角三奔是杀人猪心的力气,同时坦克113公斤的体重。 再多位,力量,移动速度也是小球中的大杀器,如果布莱克在前几年就开始伊坦克或者勇士的追梦格林为5版苦练一般的话,那么他现在在小球时代绝对是相当吃香。 但现在27岁了才开始练习投篮已经是来不及了,可素性不高,同时哈腾和周琪的存在,也进一步压缩了布莱克留在火箭的空间。 尽管他一直舍不得离开火箭,但弱肉强时就是NBA生存的法则。 在本次夏季连赛期间,周琪场均能拿下12分几个蓝把和三次盖帽,哈腾师太阴场均10分8个蓝把和2.3次盖帽。 这两位内线绝对是火箭未来龙化的极先锋,他们不仅仅拥有七尺的身高,还能在外线投射三分,同时在防守端他们还能大防小, 移动速度上都相当了得,如果配合上战穆斯哈登和克里斯保罗传球能力,真是又能拉开空间,又能顺下,吃银,年轻就是资本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